今年地利村的春校聯合運動會 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正逢地利國小創校一百週年 大家把手上色彩繽紛的氣球放上天空 一起慶祝地利國小百年校慶 許多校友也返校歡聚這一刻 彼此分享過去在校的生活情景 我在五六年級的時候 我的記憶深刻說 我們真的到那個年齡的時候 還不會寫字 我們那個字寫在黑板的時候 都分散 那再過來就說 以前我們從小就講母語 結果印象深刻 長城被掛那個請收國語有沒有 我自己讀完這個國小之後 那我本身的感觸就是說 在山上的孩子們 我們都是非常的快樂 所以我相信只要孩子們有心向學 相信都能夠在未來 他們都能夠得到自己的夢想 設立在1923年日治時期的 打馬聯翻同教育所 台灣光復後改為地利國民學校 學校一號結合春校運動會 與百年校慶擴大辦理 同時也頒發結出校友獎 給在社會上有著著貢獻的校友 希望在教生以他們作為典範 地利國小的百年中年校慶兒 他的重要的意義是 在於讓我們歷居的校友能夠回到母校 讓我們的後輩子弟呢 讓他有一個典範 接觸校友還有歷居的校友都能夠回到母校來 這次非常有意義 地利國小培養出不少人才 像是布農族首位立委全文勝 還是近期拿到雅錦賽 空手到金牌的古小雙 甚至大部分地利部落族人都畢業於此 透過這次百年校慶 也讓大家見證學校與部落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原是新聞NO 南投信義 長毛報導